曹博士 我們知道你在以往的工作 和研究和社會服務方面 都接觸了很多跟核能和核發電有關的項目 或者各方面的領域 知道很多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這方面你的經驗 其實我在香港大學主要是做輻射防護 甚麼叫輻射防護呢 因為我們在各行的各業 理科 醫科 我們的學生和教授做研究 都有用到一些輻射性的物質 用輻射性的物質 就要有一定的防護訓練 所以我在香港大學主要是教輻射防護 這是一種核能和平用途 其實核電廠也是一個核能和平用途 在核電廠運用之餘 裏面的工作者 亦都需要輻射防護訓練 所以在這方面 我有一定的涉及 曹博士 我想問 剛才聽你說 大鴨灣的核電廠參加前期的準備工夫 其實你有沒有參與 興建當時都有參與工作 其實實在來說 參加得不多 但他們在選子方面 我都有一些意見 他們都有諮詢我的意見 在選子方面 因為核電廠選子很重要 你一定要有一個相對上穩定的地層 還有靠近海 對這個核電廠是很有利的 選子 我立即想問 其實日本現在出事 選子好像很差 說在地層會地震 其實我立即想問 大鴨灣那裡 選子會不會像日本那樣的 大鴨灣是一個相當穩定的地層 在我們有歷史以來 都不是一個 是有地震 但不是很強烈的地震 方和 我知道你當年在海外 也參與過這和核能有關的項目 你可否解釋一下你這方面的經驗 在70年代初期 我在外國讀大學時 也駐修核能 我那間大學就在校園裏面 有自己的核資反應爐 所以我讀碩士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研究項目 就是關於那些核能的 也都是隔離 輻射隔離 所以當時我每天 我自己都會入大學裏面的 核資反應爐 裏面做實驗 所以關於怎樣王府 怎樣 核資發電這些方面 我有些學術性方面的參與 日本的核電站 多數是這個類型 這個類型跟我們香港的大鴨灣核電廠的類型不同 比較上來說 我們那個大鴨灣核電廠的類型 安全系數比它高 還有我們是有法國的設計 大家都知道 法國的核電 是佔它的總的發電量非常之高的 超過百分之八十的 日本是大概百分之三十左右 日本的核電這些反應堆 大部分都是美國的設計 所以我覺得這次美國技術上的幫助 應該是會很大的 核子 即是說世界上現在有三次比較大的 叫做核子反應堆出事 一個最大件事當然就是蘇聯的次元奴布 那次元奴布也是它的核子反應堆裡面溶解了 但它最重要是所有的輻射都走出來 那麼三里島呢 是沒有這個蘇聯那麼緊要 因為它雖然溶解在裡面 但是因為它有一個叫做安全罩 就是它外面有一個建築物是沒有破裂 所以那些輻射就不會直接 由核子反應堆走出來 現在那個大亞灣的設計 是比現在日本這個福島 是遲很多也都是先進很多的 包括它的選子 我相信就不是那些叫做地震帶 日本這次也都比較不幸 因為日本人 他經常都以為那個叫做環太平洋地震帶 就當然就是由阿拉斯加一直到日本 台灣 去到這個就是 紐西蘭 另外美國那邊是三藩子 但是日本他們以為那個地震最頻繁一定會是在關東地區 即是說在東京 就不是現在那個叫東北 所以我相信它的福島 其實現在設在東北 所以這次它在那個叫工城縣外 大鞍爆 對日本人來說 都是一個比較大的詫異 曹太你也有參與打彎的核田廠的工作 其實我也想問一下 假設真的打彎 它要降溫 其實現在日本在做的那些事情 假設真的需要大鞍灣那邊都是做同樣的事情 還是有些不同 有些少少不同 因為大鞍灣那邊是壓水堆 而現在福島這個就是浮水堆 它的迴路是有些少少不同 其實我想問壓水堆是甚麼 壓水堆即是中間的堆深 很大壓力 整個150個大壓力 所以這麼高壓力 所以水就不會滾 但是廢水堆福島這些 因為它沒有這麼高壓力 所以水裡面是滾的 所以有些事故 雖然有些水在裡面 但是它由於滾 就蒸發了 所以它經常都不斷加水 所以我覺得措施 我想市民如果要明白 就等於壓力煲 你用壓力煲 它有加壓 它就不會 它溫度很高 但是水不會滾出來 其實香港就沒有甚麼影響 因為軟 軟 但是你說除非有些氣體 是 博士剛才說除非有氣體 接著就說氣體 可能有一些東西 就說要二百多年 或者一個系統長一點 即是其實我們香港會否受到影響 我們香港這麼遠 就算吹向這邊的風 它一聲吹來 都是瘋一三一 瘋一三一 如果到達很高的水平 政府自然會給我們一些瘋片 因為穩定的瘋 即是說大家爆位坐 因為穩定的瘋 和放射性的瘋 它的發學性是一樣的 我們身體 我們喝了很多症 即是穩定的瘋 我們的甲狀腺 被穩定的瘋霸了 那些放射瘋 一進來就出 一進來就出 對我們的影響不大 我們現在香港市民 食物 我想剛才兩位專家說過 其實影響我們的機會是小 但始終食物 你知道地球村 食物鏈也會有影響 我第一件事想問 其實很多香港人 都很喜歡吃魚生 我想現在我們香港政府 對日本入口的東西 都會做一個輻射檢測 這個輻射檢測 必要 特別是魚生這麼貴 我覺得 我們可以不吃便免吃 因為這些魚生 既然這麼擔心便不會吃 會不會像細菌一樣 細菌煮熟就會好些 如果我們怕受輻射 煮熟會不會好些 不會的 沒有影響 沒有關係 就是輻射不可以 輻射不可以 輻射只是有它自己半周期 來到一路一路不見 譬如我剛才說過放射聖典 譬如九天 你過了九天它又不見 只見了一半 過了兩個半周期 十八天 它就不見了75% 只剩25% 它一路一路斬下去 就算香港市民也好 其實香港我們出街 其實也有輻射 平時這種輻射 完全可以低於本低水平 所以根本對人類健康無害 唯一平時我們能夠接觸到 比較高的輻射水平 就是照X光 很多醫生都說 這一年可以照過一兩次 因為那個 對你來說 始終是一個比較強的輻射 在你的身體裏面 現在這個問題 就是我在地區的街坊 叫我問兩位專家 他就有個BB 大約五個月左右 在吃日本奶粉 現在在日本這樣的情況 奶粉 是不是奶類食品 或者奶粉 會不會有影響 如果你對我們政府有信心 他檢查的話可以的 我們就不需要擔心 但有些人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 怕他會有任何錯留 如果他是這麼憂慮的話 不如鑽奶粉 因為鑽奶粉是有少少害處 我們任何 我們生活每一個動作 都是衡量利弊的 你為了不希望他 有一個可能性的輻射危害 那你就頂過鑽奶粉 你買奶粉的時候 你看它的製造日期 如果那個奶粉製造日期 在今次 之前的 我相信沒有事 如果你說之後的 你也知道 那個奶粉在哪裡做 如果那個 在日本來說 全日本的 可以說 鮮奶 超過九成 或者九成八以上 其實就是北海道的 如果北海道那邊沒有那麼污染 即是現在它在吹風 它不是吹南風 北海道是北邊的 它現在在說吹風 是下來這裡 如果北海道那邊 沒有那麼多污染 那或者你都可以比較有信心 因為真的 日本的奶牛 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北海道的 我還有一個問題 亦都是我區裏面的街坊 亦都是托岡文亮的專家 她的女兒在日本讀書 幸好就回來 這兩天回來 但她也很擔心 經常問女兒有沒有頭暈生氣 然後問女兒有沒有作嘔 或者發燒 因為她怕受輻射影響 其實我想問一下兩位專家 如果一個人受了那些 當然高劑量可能是很大的問題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她早回來了 如果真的有些輻射影響 受到輻射影響 會不會好像人家平時不舒服 會有些脫頭髮 或者發燒 或其他東西 我想你去到脫頭髮已經很重要 很重要 最簡單 最少的劑量就是抽血 你量量一量 量一量 血的狀況 你就知道 因為第一個指定就是血 第一個生物效應就是血 然後呢 然後你便會吐 那些都很厲害 我相信最重要就是 那個女兒在日本是哪個地區 我剛剛在《New York Times》抄下來的 它量度了輻射水平 我覺得這個圖 大家可以上網看一看 這個圖 其實這個圖有很多資訊給我們 它說你照一張 你檢查X-ray受到多少劑量 你每一年平均的 由本底輻射劑量 拿到多少個水平 你一個全身的CT scan 這個就是我們在現代化社會 有用到的核技術 你會用這個核技術 拿到一些劑量 另外呢 你看看 由上星期五開始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二 星期一 星期二 它在附近 在70公里 大概100公里 100公里 就量到 如果你的街坊外旅 都沒有去到100公里 那它應該沒有 應該一定低於這些 除非剛星期二 它都在那裡附近 就收集大了 就回來抽血量量度 有一樣東西 你說可以受影響 我的起來 我的液體 我的液體 你的身體裏 有一個很強的複射 我會受到 很厲害 如果這樣都會 不碰 因為它可以穿透你身體 我相信這個 我幾乎吞一顆複射 就算有R-DIN 你也會影響 因為R-DIN 它吞透性很強 但多數是皮膚有些佔中 即使是一個很嚴重受到輻射污染的人 但正常情形之下他都不會傳給他人 其實我們民建聯將會在立法會提出動議 亦都當然對我們地球村 對日本人來說遭遇這些核子的災害 我們心表關注亦都同情 但我們亦都很緊張最近的大瓦灣 我們要監察和提高透明度 當年大瓦灣事件 我政府幫他們一起合作 做了一本很小的解釋核電廠的事情 可能是小冊子 可能政府要拿出來 如果市民有需要就給他 或者你將它上網 在網上又可以看到 如果是可以的話 不僅僅說大瓦灣怎樣 我們溫固而資深 那三個出事的 如何出事我們分析和作為比較 可能市民亦更加放心和清楚 看來我們香港政府 對大瓦灣電廠 要灌輸多些知識給我們 是的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